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玩 昨天换下来一组60伏32A的千三电池 一会儿咱们就称一下 这个电池到底有多重 因为收非旧电瓶的 它是安金卖的 一斤四块多 这个电池正常一块是12伏32A 像老的这种电池 一块二十斤 这种新款的不知道有多少斤 其实这个电池也不是最新款 这个电池用了大约四五年了 不过我以前的老电池是七八年之前的 那个称过是20斤一块 一块可以卖八十多块钱 现在把这个电子称打开 放上去称一下 这块电池 大家看一下没有明显鼓包的地方 这块电池鼓包就比较厉害了 全部鼓起来了 一会儿称一下鼓包的和没鼓包的重量 有不一样 先称一下这个鼓包的 9.15 也就是18斤多一点 把这个没鼓包的放上去 这个没鼓包的8.85 还没有鼓包的重呢 这点就比较奇怪了 有明白的网友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鼓包的电池反而比没鼓包的要重一些呢 难道鼓包的是进水了吗 这里还有一块鼓包更严重的 这个鼓的也很厉害 全鼓出来 看一下这个 这个鼓包的就比较轻了 8.846 没有刚才的重啊 最后这一块也鼓包了 这是8.844 发现鼓包的都比没鼓包的要略微重一些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酒店瓶我问了一下 在卖新店瓶的地方可以抵350块钱 一共5块 相当于每块70块钱 然后我又问了专门回收店瓶的 他说4块2一斤 这么撑了一下 加起来可以卖到380块钱 说明还是按筋撑比较合适 能多卖30块钱 如果拿到卖新店瓶那 直接就怼350 也不纳撑撑 所以我这个我就没怼过去 我直接买了一种新店瓶 把这个就得拆下来 单独卖废品 这样能多卖30块钱 好了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